哈喽 大家好 我是叉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珍珍 我们现在来到了 山西省西安这边 周治县这边来了 对 本来是来这边看一下梅虎桃的 对 来这边发现有很多迷猴桃 但是呢 我们又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宝贝 就是我身后这边 红薯地 我们这身后啊 全部是板栗红薯 这可是板栗红薯啊 跟普通红薯不一样 走 我们去看一下 走 这位兄弟啊 是我们的一个猴子猴伯哈 今天带我们来到产地 我们来看一下 哇 这红薯好漂亮啊 哇 黄爪 这个红薯这么漂亮啊 对啊 你看 我想走 这么多哈 现在都是机器挖还是人工挖呀 机器挖人工挑选 机器挖人工挑选 机器给它挖出来之后人工挑选啊 你看一下 哇 新鲜的红薯啊 那边还要挖 那边还要挖是吧 对 这个是 那个是他家的 你们这个板栗红薯跟那普通红薯有什么区别 它这个红薯吃起来有那种板栗的香味 来 我尝一下你这个 这个生的 生的也可以直接吃是吧 哇 脆甜的 这个板栗红薯它是怎么吃的 它蒸起来特别好吃 蒸起来 蒸上大概有个半个小时吧 它蒸起来它吃起来是粉面 特别粉 比如说我们要烤着吃 像我们南方一般是放在那个炉箱里面嘛 就烤 这种可以烤吗 这种也可以烤 也可以烤 但是这种红薯它特别适合蒸着吃 或者你熬起饭 熬起饭 放进去 哇 这一根里面有这么多根啊 像我们南方的那个红薯啊 它好像有这么大哈 但是没有这么长哈 只有一半节 一大长 对啊 你看现在摆到这上面这一条的 都是长长的 漂漂亮亮的 你看包括这些 它也很漂亮 但是它形状不好 我们都剪出来 放到边上了 不要了 就要这种 形状又好看 没有伤啊 品质都很好的 才放到这上面 再拖走 在这里就已经分区分分好了 你看 注意看着啊 这一种是不要的啊 把这一种软啊 这一种 哎 这种挖的为什么不要呢 这种它没形状呀 哦 所以我们人工挑犬之后都不要 这种大的也不要 兄弟们 这么大的它都不要哈 可能还是影响发货 所以我们都是 装不下去 对 我们都是精挑细犬 这个小姐姐把控的很严 这个不要 那不要 对啊 要好看的 要漂亮的 对我们来说这个也可以嘛 哦 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那边就是有大 是不是 它们是长 又细那种 这一堆它们是挑选出来的 不要的 啊 你看 对这些不要的 都大的也不要 所以我们也放心哈 有小姐姐哈 眼控把关 嗯 来看一下 这个真的是沙呀 我感觉啊 荒主啊 嗯 基本上是沙呢 原来这个把力红薯是长在这个沙土里面的 才这么好吃 所以它有这个口感 对啊 我们刚才也看到这边的把力红薯确实不错 我想带点肥炯 可以 用我们草原库里去蒸一下 尝一下这个口感 可以可以可以 走 我们随便拿一点吧 嗯 好了兄弟们 我们就拿点这个药品肥炯 啊 蒸一下 试一下口感 可以可以 从地里面拿回来 最后要洗一下 你看 哇 冲一下就很干净了 你看 好漂亮啊 这个要蒸多久大概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啊 蒸半个小时 上期之后拿点筷子插一下 哦 行 那我们筋再半个小时 好 黄总 这个就是红薯的包装是吧 红薯你看 哦 嗯 不错 这一箱是五斤的吗 五斤 五斤 哦 哇 这么箱子啊 这里有多箱子啊 我的箱子夹得多 哇 哈哈哈哈 哇这么多啊 你这个盆子真的是够大呀 这真的是富二代 五斤后的小伙子哈 富二代哈 这个窗户住了45年 他从他爸那一代开始到 到他小时候已经十多年了 很不错啊 这是我媳妇 这是我媳妇 对啊 哈哈哈哈 就是自己搞 哈哈 哈哈 媳妇是蛮 媳妇是蛮 好了很漂亮啊 嗯 哈哈哈哈 来 随手里哈 尝一下我们这个 忘记是吧 好谢谢谢谢啊 没事 你媳妇也尝一下给他 叔叔阿姨尝一下 我们就住在这个窗户的二楼哈 什么都有 啊自己做饭也可以 这边有厨房是吧 好 好 我们继续等一下 等那个红薯 你看1号2号要不2号 好 行行 我们就住 2号房 可以 那边就是啊 拿个毛巾我去马上 这样 这个喝的这个喝的 是吧 好不好看 这个喝的漂亮 好看啊 高端大气上场次 哈哈哈哈 我到外面都闻到这个红薯的香味了 这会儿可能已经熟了 对我们去看一下 可以打开看一下吧 收了收了 来 哇 漂亮 粉粉的 就我们端到外面去吧 这就是 尝一下口感吧 这就是 现在很烫 拿一个 也可以尝一下 趁热吃嘛 趁热吃了 好烫 哎呀 好烫 好烫 哈哈哈哈 你尝一下 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这个新鲜 我刚从地里拿来的 妹妹交给你了啊 我们弄 那咱来我给你掰一半 啊 我们一人一半尝一下 太烫了 哎呀 好粉哦 你看 好烫 哈哈哈哈 一般的红薯都是红薯的 这个 烫很烫 嗯 咋样 粉粉的甜甜的 粉面 对 甜 这个红薯好吃 嗯 你们你们北方人叫面 我们拿粉叫粉 粉 粉糯 粉糯香甜 你再尝一个 嗯 那我尝一下 尝一下吧 哇 冷冷一下太好吃 聊一下就太太烫了 聊一下太 太好吃了 这道红隆的位置 就感觉有一种那种 那个 真的是把腻的香味 嗯 他这个皮也可以吃 你看你们他这个皮特别薄 你看 你看这个皮 吃的吃吧 嗯 这还可以吃好吃 你晚上不吃饭了哈 吃红薯吧 哈哈哈哈 红薯蛋饭嘛 一样的红薯饭 嗯 真的好吃 这个好吃 真的好吃 他甜不是你想到很特别甜的那种甜 对 淡淡的甜 这种甜是示众的甜 嗯 就是为啥这个版的红薯 嗯 这个他特别适合大用人群 嗯 不管大小小 他这个甜的都可以接受 对 不是说很甜 嗯 嗯 真的好吃啊 然后这个的时候你明天做饭时 你可以熬西饭 你们可能 熬西饭 你蒸米饭的时候 你可以切的块在里面蒸 对 也是煮饭的时候 你蒸米饭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种切成块 熬粥啊 煮饭啊 都可以放一些 嗯 来吃 这个好吃 现在和这个白饭 背开里面是白色的 对 蒸出来是这个颜色的 蒸出来是黄的 是不是有区别 对 哈哈哈哈 对对 兄弟们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拍在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